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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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梁上长城蜿蜒 秘籍的烽火台昭示着村落的历史 村口的这块牌子清楚地记录了村中存在着特殊的百家姓氏 通过对河西村周边区域的考察 地理中国考察组了解到 独特的地理环境 使村落所在的古北口地区 成为了商贸往来的集散地 然而 仅凭古时商贸往来频繁这一点 并不能解释百家姓村的由来 专家推测 可能存在某些尚不为人知的原因 使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 定居生活 随后 考察组来到了北京市命运区地方置办公室 寻找线索 工作人员介绍说 河西村原名柳林营 原本是公元前127年西汉时期建立的驻军城 随后逐渐演变为村落 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 通过查阅资料 考察组得知 河西村能有如此多的姓氏 很有可能与古代长城戍边有所关联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在距此不远的摇桥古堡里 至今还有当年戍边军事的后人生活 可以前往那里寻找线索 考察组驱车向着东北方向行驶了约50千米后 来到了摇桥古堡 从空中浮盖 古堡呈现正方形 背后高山起伏连绵 面前的安达木盒缓缓流淌 古老厚重的城墙 仿佛在诉说着昔日金戈铁马的故事 一番周折后 考察组找到了一位叫做倪文明的村民 这城堡里边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那时候留下的侯益 那为什么就是不走了 那就是留在这里了呢 因为随着奇迹公安嘛 这个戍边呀 驻军呀 留到这儿 到这儿战争也少了 年纪也大了 然后环境周边的 你看山顶水以后的 也不愿意走了 跟随倪文明 考察组在城中探寻 当来到城墙边的时候 考察组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刘老师您看 这里的石块怎么那么大呀 这里的石块呢 大部分都是花钢岩 它抗风化能力比较强 所以不容易被水给打碎了 所以它形成的快体比较大 大家看一下 这个长度呢 基本在80厘米长 80厘米长 对 这个就是短轴的方向 这短轴基本在40厘米 大家看看 40多一点 40厘米 地质专家吕金波老师告诉我们 这种巨石在密云这片地区 并不少见 接下来通过观察地图 吕老师推测 在河流上游附近 应该存在一座花钢岩的山体 花钢岩是炙热的岩浆 没有喷出地表 在地下冷凝形成岩体 随着地壳抬升 出路地表形成山体 随后漫长的时光里 岩石 岩烈系逐渐风化 崩塌落入山脚下的河流 在水流的搬运过程中 除建被磨圆 古代的工匠就地取材 将这些大小不一的石块 搬运到瑶桥古堡 作为城堡建筑材料的一部分 登上城楼 队员们走在宽大平整的城墙上 不多时我们发现 几乎所有的排水口 都是朝向城里 而不是像常见的那样朝向城外 老师您看 这个排水的为什么冲里边 这很有意思 这个是一个排水槽 我们古代也有给排水工程 我们修这个城墙 就是一个文明的象征 这个槽长度比较长 而且比较结实 用花岗岩的雕刻的 它可能经历了 将近500年它也没有坏 继续在城楼考察 大家有了新的发现 一块刻有瑶桥古堡的石碑 出现在眼前 让人疑惑的是 石碑上有一个特殊的字 古 尼文明告所门 这并非古人的笔物 这个瑶桥古堡 最早是驻军吞粮的 主要是以吞粮为主 吞粮为主 后来慢慢的这些战乱也少了 没有一些战乱了 慢慢的演化成那个字体 也就成千代古代的古了 就是顺着人的那种谐音 就慢慢给改过来了 跟随专家 考察组来到了瑶桥古堡附近的 安达木河 瑶桥古堡修建在此 与安达木河也有着很大的关联 我们安达木河属于潮河的一条支流 这个支流对于交通要道来讲 就显得隐蔽一些了 不像是潮河 古代的交通要道主要沿着河流 所以我们这选择了这么一个 相对隐蔽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隐蔽地方又山环水道 又适合民居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民居的 是一个宜居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一条河流 我们潮河的这条支流 在这甩了一个弯 甩了一个弯就形成了一个接地 什么接地呢 就河流永远不在这个面上流了 这个面非常宽 因为这个是一个弯状的 所以形成了一个面比较宽 所以这个城堡就建在这上了 在这个接地面上呢 由于有二元结构 底下是沙粒石 上面是细粒的一些沉积物 这些冲击物呢 就可以在上面染化了以后 又形成了土壤 可以善于耕作 在一个台面比较宽 所以我们修建了四四方方一座城 一座古老的城堡 这个城堡在这的作用 就是多功能的 一个是防御 一个是长城沿线的后勤的补给 在一个在这呢 我们守这个城堡的人呢 还可以进行工作 满足一些自给自足 因为这个接地面 它有细粒的物质 能染化 能种一些汉地的作物 当地人告诉考察族 明代的时候 古堡里住的大部分都是将士 收入来自国家姑父的军饷 到了清朝 这里不再是边关 因此失去了戍边的意义 原先的将士们 也逐渐变成了普通百姓 依靠种地为生 时至今日 仍有不少当年 戍边将士的后人 居住在此 他们的祖先 为了束手边关 成为了长城上的守护者 因此 这里的人们都对长城 有着特殊的情感 他们祖祖辈辈 始终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当地人告诉考察族 在古时 瑶桥古堡的主要功能是屯粮 而在瑶桥古堡不远处 还有一座极佳营城堡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戍边 在前线防护兵力不足的时候 即使补充兵力 也相当于练兵场 据当地人说 这座城堡与瑶桥古堡 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建筑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 在那座叫极佳营的城堡附近 还有一块特殊的居室 相传它居然会唱歌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考察族来到极佳营 四周青山如带 静密安详 鸟鸣之声 不绝于耳 走进营城 只见极佳营城堡的城墙 已经残破 只有城门还较为完整 向导告诉我们 极佳营有东西两座城门 不过让考察组疑惑的是 两座城门并不相对 而是分别对应两条街道 街道两侧的巷子 看起来也交错纵横 并不规整 向导说 这样的设计 一是衣衫救世 二是为了迷惑敌方 发生巷战时便于打击敌人 这营城一旦失守被打开了 那么守城的军士还可以 这个埋伏在各个街巷里边 即使城门进来人马 那么各个街巷的群起而公之 也可以聚而见之 纵横交错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这个不能一眼望穿 一条街巷 你必须得转过去 你才能看到这个 另一半的这个风景 转眼间临近饭店 街巷中飘来诱人的香味 嫂子 街边一户人家正在忙碌着 向导告诉考察队员 他们正在制作当地的一种 传统食物 小锅波波 村民介绍说 小锅波波做法并不复杂 就是用小米面 玉米面调合成面糊 放入铸铁锅内 小火烙制而成 根据烙制时间 做出来的波波可软嫩可香脆 中间还可以依据个人喜好 放上拌好的馅料 口味可鲜香可甘甜 队员们入香随俗 开始尝试制作 然而动起手来 我们很快发现 这并不容易 我现在在阿姨的协助下 再做一个 首先是倒油 拿这个白萝卜 在这个上面 抹点油 然后阿姨告诉了我个诀窍 就是撒面的时候 要瞬间把这个盖子盖上 对那时候滴溜着 对第一时间盖上 得滴溜着这个 拿着这个 然后从中心一动 然后马上盖上去 这回是不是要成功了 这回应该比刚刚强 刚才强是吗 这回应该没问题是吧 来 少了啊 要开锅 来 本来还搁哪拿这个 哦 得拿这个 从这边上慢慢 从这边上慢慢这一个 对 从这儿 从这儿 这不是有口吗 哎呦 真不赖吧 这个真不错 成功了一个 成功了一个 终于成功了一个 我们刚刚做好了这个小锅锅吧 我现在尝一尝它的味道 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尝一个啊 好 亲手做的 尝甜不甜 嗯 很香啊 是吧 特别香啊 嗯 外表这个是酥酥脆脆的 然后里边是糯糯的 嗯 真的挺好吃的 嗯 嗯 我在的时候也吃这个吧 嗯 过去吃这个就不过 向导告诉考察族 烙制小锅勃勃的铁锅 不仅携带方便 还有着随时随地都能生活做饭的优势 因此 在古石树边时 部分将士就会使用它来制作口粮 了解到了吉家营的过往历史后 队员们更加好奇 传说中的巨石究竟在哪儿 它真如传言中一般能唱歌吗 跟随向导 考察族来到了距离吉家营 约一千米处 这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 其中一面 犹如被刀削腐劈般平整 向导说 这就是那块会唱歌的石头 当地人叫它邦邦石 这块石头被当地人敲击了千百年 只要用鹅卵石一敲击 它会发出比较空灵动听的声音 每个碗它是不一样的 这是敲击千百年 这是这个声音了 是这种声音 然后 你听 这里的声音跟这里的声音就不一样 这里是清脆的声音 这里面好像里面是空的的声音 然后这么近 它们的声音都不一样的 它为什么形成这种的声音呢 是因为在这个包裹的这个里面 大家看看它这个颜色应该是绿的 外面包着这层皮呢是红色的 这层绿的呢我们叫闪长眼 这层红色呢我们叫安山眼 它是不同时期的 当岩浆盘成了地表以后呢 它既保留了以红色为主 这安山眼为主 但是呢也裹着了这个闪长眼 早期形成了闪长眼 由于消化的不是很彻底 所以我们地质学家把它叫补体 它在方化的时候 致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它周边呢就容易跟周边不一样 像我们吃鸡蛋 那鸡蛋皮和那个中间那个青 它容易脱节 这样就形成了 它只要是空的 一脱节大了就空了 然后就 这个声音就比较低 它频率就低 当它比较完整的时候呢 这个声音就比较高 这个声音就高 正是不同岩石的差异风化 造就了这块特殊的邦邦石 向导告诉我们 相传在古石 邦邦石的对面 以及南边都有座高山 邦邦石受到敲击 发出不同的声音 通过两座高山 传递到吉佳营城 可以起到传递军情的作用 通过对瑶桥古堡 以及吉佳营的考察 大家发现 两座城堡都紧 挨着河流 专家推测 它们的作用 不仅仅是屯兵屯粮 还有守护河道的功能 那么河西村 紧邻潮河 会不会也有 类似的建筑设施呢 随即考察组 扩大考察范围 前往河西村周边地区 行进途中 考察组听说 这里有一种代代传承的手工艺 它和河西村的戍边历史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组来到了 虾掰制作记忆传承人 李文涛的家中 李文涛介绍说 虾掰又称鲁班针 相传是木匠鼻祖鲁班发明的 它的出现 有可能与古代戍边将士 有着很大的关联 只见 一块四方平直的木板 在李文涛手下 经过划线 切割 掏空 镯具 打磨等工序 就变成了能够折叠自如的木枕头 打开了 这边也打开 这都能打开 完了 你再把它 打开油 这就变成小板凳了 变成小板凳了 一盒还是一块板 你看看 它这个就已经变成一个小板凳了 对 你看这里也能动 然后它每个脚也能动 对 完了它还能折起来 还是一块板 折起来还是一块板 对 要是差多 李文涛告诉我们 鲁班针由四个活动的部分组成 这四个部分 由三个关节两两相连 制作过程看似简单 却耗时费力 关键在于像手指交叉的关节部位 它是鲁班针 凭借一块完整的木头 能够伸展折叠的机关 不仅要计算精准 还需要掌握好力度 往往会因一点偏差而破坏整体 老师傅说这个是咱们那个做虾掰当中 比较困难的一个步骤 我现在先用一根木头来试一试 这个搜工子能不能把这个顺着这个线 直线地把它拿下来 这得慢一点 对 你不能快 快了它就 一快了它就容易 它因为跟那个弓了是吧 出弓箭似的 它就蹦起来了了 蹦起来然后你就不好找个方式了 对 尽管考察队员格外小心 依然没能锯断木头 鲁班针果然内藏乾坤 绝不像看起来那般简单易做 李文涛说 鲁班针没有一颗钉子或是任何胶针 也不像传统的笋毛结构一般 它完全是工匠严丝合缝的精巧制作 成为一个可以折叠收放自如的枕头或凳子 绝对在过去那截 不对肯定要携带这种东西 肯定方便 它起码它折起来不占地 你还不怕摔不怕碰 占你还挺舒服 它功能多 它还能坐着还能枕着 携带起来还方便 李文涛告诉考察组 鲁班针用途广泛 在古时 无论是行军打仗 还是商贸往来都能使用 李文涛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对这一带非常熟悉 得知考察组正在寻访与长城相关的建筑时 他介绍说 在河西村背后的卧虎山长城上 就有一座守护朝河的建筑 考察组随即来到了卧虎山 行进不久 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 出现在大家面前 只见两座敌楼紧紧相连 如同一座完整的建筑 一高一矮 屹立在朝河边 专家介绍说 眼前的建筑名叫紫魅楼 在全国的长城建筑当中 属于非常少见的建筑事 紫魅楼依山而建 墙体与基岩浑然一体 大家非常好奇 古人为何会把敌楼 修建成这一种形态呢 这边从朝河跟这个山体之间 这个防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我们古北口 真正的北口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河流这个地方 我们建的是水关 山体这个地方 我们建的这个山体的 这个万里的长城 这点是既是水关的起点 也是我们这个万里长城 卧虎山段的这个起点 所以紫魅楼非常非常重要 一滴一矮 实际上错落有趣 吕金波说 这样的敌楼可以加强 对河面的防御 错落的敌楼 既能防御攀爬上来的敌人 同时又能抵御渡河而来的敌人 专家告诉靠茶组 无论是瑶桥古堡 吉佳寅 还是紫魅楼 他们都与人们传统认知中 蜿蜒聪立在山脊上的长城 有所区别 而类似的长城建筑 在我国还有很多 密云 自古就是重要的军事重地 在此 戍边的将士来自全国各地 战争过后 他们的后人在此生活了下来 沟通南北的特殊地理位置 让大批客商纷纷前来 天长日久 逐渐形成了河西村这样的百家姓村 千百年来 这片山水因长城而兴 这方百姓因长城而聚 这带村路因长城而起 长城沿线 诸多古村落的存在 丰富了长城文化 他们的发展和变迁 也成为了长城历史的一部分 考察的最后 专家告诉我们 长城的修建 不只是为了抵御战乱 更表达着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 沿线的城堡 关口不仅是长城的重要节点 更成为沟通南北 物资交换的集散之地 在长城沿线 像河西村这样的村落还有许多 这些昔日的边貌重镇 被我们留存下了悠久的历史 和厚重的长城文化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